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出门依然是要记得期待雨具了 而好消息是封面云系在礼拜二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所以礼拜二各地的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 天气状况逐渐的恢复稳定 但是整体来说 其实未来这个星期都会维持相当潮湿又闷热的感觉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清理家庄附近 很容易积水的一些容器或者是区域了 因为这种天气状况很有利于蚊虫滋生 现在开始要进入夏天了 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蚊虫滋生的问题了 好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这两天呢 周休假期就是受到蜂蜜云系通过的影响 各地天气状况都是相当的不稳定 都有一些下起雨来的这种天气情况 而预计呢 这波蜂蜜刚刚提过了 会一直持续滞留在台湾上空到明天礼拜一 所以明天呢 各地一就是很容易下雨的天气 外出要记得期待雨具了 而接下来呢 礼拜二蜂蜜云系远离之后 其实呢南方也还是会有一些水气移入 所以整体来说啊 在未来这个星期 天气状况都还是蛮不稳定的 即便是封面过了之后 还是很容易会有一些午后正雨的情况 所以提醒您 接下来这几天外出最好 都是攜带雨具出门 比较保险一些了 而在风场的部分呢 目前都是吹着偏东南风偏南风的 所以各地潮湿闷热的感觉呢 在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改变的 气温的部分呢 都是偏高 同时呢 刚刚提过了也都是容易下起雨的天气情况 特别是在明天呢 可以看到风面云系还是持续滞留在台湾上空 所以明天呢 各地都还是会有一些下起震雨的机会 再加上呢 因为是偏南风 所以在中南部的地区的雨势呢 会比北部地区的雨势来的明显一些 而在气温的部分呢 也是为了潮湿闷热 北部地区高温27度 东部30度 中部29度 南部也是来到了30度左右 所以中午的时候呢 真的是蛮闷热的 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预主的部分呢 穿着短袖出门 早晚再加件保外套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明天见